就在今天中国高调的庆祝抗美援朝 70周年 在今天这个现场 习近平对美国做出了 非常罕见的明确表态 我姑且称他是对美国的不确战宣言 他说什么 他说一旦国家主权受损 必定迎筹痛极 中国人民准备好了 是折不得的 如果惹翻了 是不好办 今天 会战要带我们来看到 习近平今天说了很多 话说得非常直白 火力很猛 但是他没说的 水更深啊 是 而且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习近平他等于是一周之内 针对于抗美援朝这件事情的70周年 两度进行非常重要的谈话 而这一次谈话的地点 还是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 那我们知道他谈话一开始 他就指出什么 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 捍卫了新中国生命的安全 还有全中国人的一个生活的稳定 维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所以他已经定调什么 他定调当时的一个韩战 其实就是美军的帝国主义的扩张行为 第二个他又强调什么 他强调说经此一役之后 人民的那个彻底扫除了近代年来 任人宰割养人鼻息的百年耻辱 彻底丢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 所以他把这一个战争的地位 拉高到变成是我们中国人站起来 然后一几百年以来的取入 那他这个整个发言重点 其实释放出三个讯息 第一个中朝军队打破了美军 不可战胜的一个神话 好像就想说美军好像向来所向拼命 No 没有 因为当年的韩战 已经让美军吃了鞭 没有办法进一步 把帮助南韩打败了朝鲜 谁说美军不能打 打不得我打 是 而且谁说美军一定战无不胜 没有这回事 第二个他又强调一句话 而且这句话是用毛泽东 所讲过的话 中国人民惹不得 惹翻了可是不好办了 什么意思 你如果今天要来惹我 我平常是博位战不拘战 可是我跟你讲 要惹要打 我们中国人也不是打不起的 最重要的一点 他特别提到就是说 国家的主权受损 必将迎提痛击 而且他整段谈话里面 我后来发现有一句话 他已经在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 讲了三次 哪一句话 对 他说任何搞霸权 霸道和就是那种霸凌的行径 都最终是死路一条 我先跟你讲 他这一句话 在哪三个场合讲过 今天场合讲过 10月21号 那一次的70周年的谈话 也讲过 最重要一次 他第一次讲 是在9月底的时候 在联合国的那一次公开会议上 他当的全部的联合国人 开始谈话的时候 他就强调任何搞霸权 霸道霸凌习惟 最终是死路一条 他这话讲给谁听 讲给美国听 慧珍 讲给美帝说 你如果搞霸权 死路一条 这个是习近平连讲三次 话重点子 怕你没听处 辣掉了 讲的是70年前的抗美援朝 你把这个70年拿掉 这不就映照现在的中美关系吗 而且最重要的意思是 现在朝鲜需要你再去帮他援朝吗 完全不需要 所以抗美援朝 援朝是幌子 真正的一个重力哪里 其实就在前面两个字 抗美 而且抗美 现在情况是 包括他们在中国的内部 也进行了一个大内宣 什么意思呢 他们甚至在他们党媒 人民日报里面 就引述了毛泽东这句话 说帝国主义并不可怕 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 让我来回溯一下 整个毛泽东的说法 他说这一次 当然指的就是那个韩战 他说这一次 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 对美国军队 如果不接触 就会怕他 但是我们跟他打了33个月 把他彻底摸熟了 帝国主义并不可怕 那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为什么人民日报 要再一次 把毛主席讲过的话 拿出来讲 其实就是告诉全中国人 做好抗美 做好要跟美国的帝国主义 进行抗争的一个事实力 今天看好的习近平 在这一场大会 立场踩得很硬 喊得震天嘎响 但是我们进一步要来看的是 喊得这么大声 立场这么样的清楚 喊给美帝听的 他们眼中的美帝 但问题是 他后面映照着什么 没说的可能是更有玄机 他映照的是 美国在门口的 步步精辟的压迫 压力三大 是 我觉得其实 事实上 习近平他现在所讲的这些话 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他们现在中国 正处于内外交迫的一个情况 所谓的外部 外部是指谁 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包括现在美国的总统大学 11月3号新的白宫主任要出来 那现在大队在看说 那川普 如果说假设川普未来会 又连任成功的话 他会怎么样 川普接受专访的时候 直接已经呛响 说我连任之后 会对北京做出很多事 我们知道这几天CSIS 它是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级 国际关系的一个智库 这CSIS他们是总部是在华盛顿特区里面的 他特别讲到他在21日的时候 他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说什么 他说呢 不管未来就是到底哪一任政府 是就拜登挑战成功 或者是川普继续连任 他们都要注意这件事情 就是要提升对台湾的政策 然后确保台湾的安全 确保台湾的利益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利益 跟台湾的安全 是攸关美国这个部分的安全 然后这个智库 是跨党派的一个智库 所以大家都在关心讲说 现在就算是拜登 就是挑战成功 或是川普可能就失败了 但是一样会不改 对华对中国强势的这个态度 你现在看到是 不管谁当总统 都要升高台美交流的关系 川普这个不在话下 他两年只有反中 越反越用力而已 那现在拜登的角度 拜登的态度呢 是 这非常有趣 我们知道这个礼拜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新闻 几乎就是美国的报导 在讲说拜登他们家族 尤其是他的儿子 杭特拜登 跟中国有非常绵密的 一个经商的关系 甚至有可能被中国所收买了 那会进一步影响到 拜登未来 假设真的问鼎到白宫的这个位置的话 未来会可能造成 中国会完全挑战 或者是说买了美国的重要的高层 那这件事情 当然会让拜登觉得说 你没事抹红我 搞得我这样子我怎么行 所以拜登出了招 出了什么招呢 拜登竟然投书 我们联合报在美国的一个世界日报 投书说什么呢 说他未来要强化台美的关系 那除此之外 我们知道就是十月份本来还有 大家一直在预计的一个惊奇 是拜川普有没有可能来台湾 那现在可能显然是不可能 但另外可能是到底他的国务卿 蓬佩奥是不是有可能在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 来台湾变成美国政坛另外一个主目的焦点 我们现在讲到习近平他有两把火在烧 内外刚看到的是来自外部的美国步步进逼的压力 而对内我们还是要聚焦在经济 经济真是压力山大 今年眼看年底要到了 这个小康脱贫 没办法达成已经没有悬念的事了 但在这个没有悬念的背后 水才深 是我们知道其实这几天 刚好中国他们有公布他们第三季的GDP 他们第三季的GDP是4.9% 那其实正成长4.9%现在跟其他国家相较起来 当然是以一个非常大幅的领先程度 但是因为本来Bloomberg预期他的经济成长 是大概5.5% 所以他有点低于外界的预期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不管他的经济成长现在出来的数字是怎么样 最重要是到底中国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有钱吗 有没有钱 没钱吗 没钱 到底有没有钱 当然我们先来看几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是 他前三季的一般的公共的预算收入 竟然是年减大概6.4% 这什么概念 对 他就变成是说 而且他是那个公共的预算 就比如我们的军队支出 我们的警察这个部分 我们所有中国共产党的一些相关的费用 这些全部都是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结果现在的情况是收入就少了6.4% 那收入少了6.4% 那你就会变成入不敷出的情况 第二个是中央企业 中国的中央企业前三季累计的净利率 竟然是较去年同期相比 是下降了13.6% 金鸡母下不了那么多蛋了 是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就变成是中国假设中央 中国假设连他们中国的国际 都开始圈钱情况 那更何况地方政府 第二个东西就是 从哪里要看一个国家的经济 到底有没有问题 当然就是从他的失业率 那或跟他的就业机会 那我们知道现在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调查 他们第三季年轻人的一个 就职缺的数量 就是开缺 就是企业有开缺的数量 竟然只叫去年同期来比 增加了5% 可是你要知道 求职的人 就是我现在要开始找工作的 这些年轻人 竟然叫去年同期 激增了20% 增多周少 所以这些年轻人 他们大学毕业 其实准备要找工作 都在第三季要找 这么多人 堆进了社会 社会新鲜人之后 结果提出来的职缺 反而少了 是 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它就会变成就是说 我现在就业机会非常难找到 然后甚至就是说 现在最新的数字是 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大概有874万人 可是你要知道 现在目前为止 还没有找到工作的 竟然高达7成 有590万人 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找到工作 而这还仅是 国内的大学毕业生 现在还有非常海归派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美洲贸易大战 搞得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 那个川普他们美国政府 已经下令很多 取消很多的你的Visa 你的签证 你可能在我美国念大学 你是中国人 但是现在你念完大学之后 按照你往年规划 你会继续在美国当地找工作 不好意思 现在请你回去 回来有没有比较值钱工作 有没有比较好找 是 先讲 我们现在回来人数 竟然到回到中国 现在人数 竟然已经高达八十万 较去年同期 竟然已经增加了七成 以前都没有这么多人回来 好 那你说海归派 像我们这种度过精的 海归派 人家会觉得说 海归派看起来很厉害 这完全已经是不是 当年的一个行情 每一个他们预计自己的 回到中国之后 预计的薪水 是年薪可以达到 大概是台币一百万 就是台币 那相当于人民币 大概三十几万 四十万人民币 没有想到 他们真正可以拿到 这样的年薪的package 大概只有五%的人 然后有高达四成的海归派 他们拿的薪水 相当于只有台币的四十万 大概人民币 大概是十万块左右 所以他们从一个数字 可以看到 光是七月份 他们开始投入 这些相关视频 或是做YouTuber 这个高达到 激增了七千万 所以目前为止 整个中国竟然有 一点七亿的人 在从事这个工作 那里面一点七亿人很多 但真的大家都发大财吗 完全没有 竟然有高达七成的直播主 每个月的收入不到一万人民币 所以你就知道 这情况有多么大的一个悬殊